这个课的话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案例的话 是爬去我们虎牙的一个 跳舞视频啊 跳舞视频对吧 这个跳舞视频要划重点啊 因为它其实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些视频内容的 它有挺多的一个分类的 但是我们今天爬的话是爬大家最喜欢的一个 舞蹈区的一个视频内容 别不要跟我说老师我不喜欢这个 你换一个啊不可能你不可能 对吧你们应该大家都是喜欢的 好吧 那么今天所使用的一个环境的话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一个开发环境 是我们这个Python 3.8的一个解释器 编辑器的话是用的拍卡 模块的话是非常简单的两个模块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request 一个是阿姨正泽 这今天所使用的一些东西的话 都是挺简单的 不会说很麻烦 也不会说很复杂 好吧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话 听课前的话给大家三个一个听课建议 第一个的话就对于本节课所讲解的一个内容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的话 你们可以直接在公屏上面问啊 对于本节课所讲的东西啊 然后第二个的话啊 不要跟着敲代码 先听思路 课后可以找我们右上角微信 木质老师去找他要录播 然后再去啊复习 啊我从加瓦爬松那边过来的吗 啊加瓦做爬松肯定是没有 Python做爬松那么好了 好吧 然后的话第三个的话就不要进进出出啊 因为的话听课五分钟啊 是可以去干嘛呢 可以去参与腾讯课堂的一个抽奖 抽奖活动啊 抽奖活动 好吧 然后说啊我们正式开始讲课之前的话 问一下各位同学的一个学习情况 如果说你是零基础同学的话 你给老师扣个零 零基础同学 扣个零 然后有基础的同学扣个一 对吧 讲的详细一点好吧 啊同学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一个东西啊 就是我们本节课的话 像公外课的话 都是给大家讲的是一个案例 主要是作为一个案例的一个演示啊 就很多说有一些基础方面的一些知识的话 还是需要大家自己去补充一下的 对吧 我不可能说从一个什么呢 最基础的入门的一些知识内容给你们讲起 那可能说对吧 讲不了那么多 好吧 那我们零基础同学的话 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多的 如果说大家在听课的过程当中的话 有不懂的地方 你们可以及时去问一下 好吧 可以在公民上面问 那我们就开始本节课的一个内容 前期的话就不给大家多说了 然后我们做一个爬虫的话 做一个爬虫对吧 我们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套路的 这里要跟大家讲了 每次给大家讲课的时候都会讲这个东西 做一个爬虫案例 它的一个套路是固定的 爬虫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流程 相当于是什么呢 一个固定的 你可以干嘛呢 去套用的 无论说是爬取哪一个网站 什么样的一个数据 都是可以按照这一个流程去做的 去走的 那这个流程的话 所以说像这么多零基础同学的话 你们就可以好好去听一下 仔细听一下 它流程的话是总共是分为两个大块 第一个的话 是数据来源的一个分析 这个数据来源分析 主要是干嘛的呢 对吧 首先我们去做一个爬虫 我要确定自己要爬的东西是什么 确定自己 爬取的一个内容是什么东西 对吧 内容的话有哪些呢 就是目标的一个网址 网址里面的一个数据 网站里面的一些数据内容 哪些东西是我们想要的 对不对 那么今天要采集的话 就是虎牙视频内容 虎牙的一个 视频内容 对不对 那我既然知道了 然后网站的话也给大家发一下 网址也给你们发一下 那这个的话 那它的视频数据 我们应该怎么去获取呢 这个不太好看 我不太喜欢抱吻 那就这个吧 那像这个数据的话 像我们想要爬取 这一个数据内容 这一个视频内容 如果说它有一个 有些同学会说 那我直接点击下载 好不好 但是这一个网站的话 它是没有一个 下载的一个按钮的 它是没有一个 下载按钮的 对不对 那像这种数据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什么 通过我们的一个 开发者工具 进行的一个抓包分析 抓包 分析 分析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 它是通过哪一个 通过请求哪一个 URL地址 可以获得 对不对 那么首先的话 就去分析一下 我们鼠标右键 点击一个检查 选择这一个network 那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个开发者工具 那我在这个地方 想问一下 有多少同学 对这个开发者工具 不太了解的 来不了解的同学 扣个4啊 没有接触过 开发者工具的 不了解的同学 扣个4 还是有挺多同学 不太清楚了 对吧 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一个 介绍一下 这个开发者工具啊 像我们 这个整个界面的话 都是我们所说的 一个开发者工具的 一个界面 它每个上面的话 不是有很多 这些东西吗 它都是代表了 特定的一个意思 像我们普通的同学的话 我们一般 主要是看哪两个呢 像对于我们 现在来说的话 主要是看这两个 看这一个和这一个 我们通常所说的 一个抓包 就在这一个network里面 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个网络面板 也就是我们通常 所说的 所说的一个什么呢 抓包的一个地方 抓包的一个地方 那前面这个element呢 对吧 我 这个单词 我是念错了 但是我比较喜欢这样念 它的话是一个什么呢 元素面板的一个意思 元素面板 对吧 元素面板的话 像如果说你是一个 浸泰网页的话 你可能说会在这个元素面板 里面看它的一个数据 是来自于哪一个标签 对吧 它都是一些前端渲染之后的 渲染之后的一个数据内容 对不对 像我们如果说是 爬一些静态网站的话 你要去看它的一个数据结构 它的数据是在哪一个标签里面 你可能是在这个里面 所以说但是我们具体的话 是要去分析 它究竟是一个静态网站 还是动态网站 所以说我们去抓包的话 首先还是看的是这个 Network 主要看的是这个 看这个的话 那我们打开之后的话 是一个空白的 我们需要干嘛呢 刷新一下 刷新这个网站之后的话 这个它就会给我们返回 相应的一些数据内容 我把声音关一下 这个能关声音吗 关一下 对吧 这里面的话就有我们相应的 一些数据内容 数据包 它这些数据包的话 它就有我们的什么呢 一个NP3的一个播放地址 在这个里面 它就有我们播放地址 那具体在哪呢 怎么去分析呢 对不对 有这么多东西 我去哪个机房找 这里的话就关于下面 这一排 我们Network里面 它下面的话会有一排 这个数据啊 这个 这个东西的话 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功能区 作为一个过滤塞 过滤的 过滤数据用的 那前面的这个O的话 就是说明我们是 所有的一个数据内容 都在这里面 所有的一个数据包 都在这个O里面 那我们是要查的是什么呢 我要看的是一个什么 视频数据吧 如果说我们要爬 视频数据的话 那就是要看到 这个media 这个media的话 它是一个媒体文件 过滤的是我们的 一个媒体文件 像比如说我们的一个 什么视频 音频 对不对 都是可以在这个media里面 去查到 它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的 那我们今天要的是什么呢 要的是一个 视频内容吧 那我们点击一个media 点击media之后的话 你就会发现 它原本是不是有很多的 一个数据包 那我们一点了 这个media之后的话 它就只有我们的 一个视频地址了 只有两个地址了 对吧 而且它的一个格式是什么 点mp4吧 对不对 是不是点mp4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想要的 一个播放地址 如果说大家不确定 它是不是我们想要的话 我们也可以干嘛呢 复制一下这个URL 在一个新的浏览器窗口 给它打开 前方高能 前方高能 对吧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 视频播放地址 对不对 好吧 我好卡是我的问题吗 可能是你的问题 建议用干嘛呢 手机网页听课的话 会有点卡 会有点卡 来 这个的话 是不是就知道 我们想要的一个书记内容 就是我们如果说 去找一个视频的 一个播放地址的话 大家会找了吗 来会找的同学 扣个 扣个率 会找的同学 扣个率 有链接吗 有链接 换个视频 这个人长得不好看 那你可以同学 你可以换一个 对吧 你上面还是挺多的 我就不来来回会切换了 因为我们这么多同学的话 我们有办法满足 每一个同学的一个审美 对吧 那你不看脸就行了吗 对吧 咱们不看脸就好了 关灯都一样 就看看身材就完事了 好吧 那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 来我们通过一个分析 通过分析之后的话 通过分析可以知道 视频的一个播放URL地址 是什么 对不对 就已经知道了呀 那我们既然找到了一个 播放地址的话 既然我们找到了一个 播放地址 这一块不能做自动化处理吗 我们还没玩啊 我们不可能说 我们不可能说爬虫的话 我们不可能说是干嘛的 我每次去下载视频 我都要这样去分析啊 我们肯定是要做一个自动的 对吧 从头到尾让他自己去下载 好吧 所以说我们就去干嘛呢 针对我们这个CC同学所说的 能不能做一个自动化处理 肯定是可以的 那我们就要去干嘛 去找这一个URL地址 它是从哪里来的 对不对 我既然知道这个是播放地址了 是我们想要的一个视频播放地址 那我就要去分析一下 这个播放地址 我可以通过哪一个URL地址 通过什么地方可以得到 那就可以干嘛呢 复制.mp4前面这段内容 好吧 在我们的一个开发者工具里面 进行一个搜索 来回车一下 回车之后的话 他这里的话 就会给我们返回相应的一些数据包 返回相应的一个数据包 那我们的话就可以干嘛呢 对他一个一个去看啊 这里给大家简单的一个注释一下吧 因为有比较多的同学 视频技术 就给大家简单的注释一下这个操作 首先的话是复制什么呢 复制这个.mp4 复制我们URL中的一段参数 参数 然后呢再点击我们的一个搜索 这个是搜索的一个按钮 点击搜索按钮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输入我们搜索的内容 搜索内容 然后回车之后的话 他会给我们返回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 这是搜索结果 搜索结果 就返回相应的一个数据包 相应的数据包 说明我们这些数据包里面 就有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内容 对吧 想要的一些数据内容 不是CountryDF 你这CountryDF能弹出来吗 看一下 引能 对吧 引能 对吧 引能 好吧 腾讯课堂自带的 什么腾讯课堂自带的 截图软件是什么 不是腾讯课堂自带的 截图软件的话是这一个 这个 你们可以去找木子老师要 如果说你们要这一个截图软件的话 可以去找木子老师去要一下 好吧 那这里面的话就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包了 那这几个数据包的话 对吧 那前两个 这两个的话是很好理解的 就是我们的一个视频播放地址嘛 那剩下的几个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点击看一下 因为它只有这几个数据包 我们点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什么呢 我们想要的话 其实是来自于这个 get moment concent 点一下 点了之后的话 在右侧 对吧 我原本是这个样子的 我点击之后的话 它在右侧会给我们弹出这么一个东西 弹出这么一个东西 那这个玩意是啥呢 也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response 它是我们服务器返回的一个响应数据 返回响应数据 也是我们要获取的一个数据内容 也是我们想要获取的一个数据内容 那这个preview的话 它是一个预览的一个效果 预览 预览 然后这个payload的话 它主要是一些请求的一些参数 请求参数 那这个headless呢 对吧 headless里面包含的一个东西的话 它就比较多了 像我们的一个请求的一个UR地址 请求的一个方式 对吧 请求图 请求图 都是在这一个headless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右边的 这个框框的一个 大概需要了解的一些东西 给你们解个图 那我们看到它返回的一个数据 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看起来它是在一行里面 是比较不舒服的 那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点击一下这个preview 点击preview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一个数据 给它展开 就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 它是在哪个地方 像比如说我们这一个网站的一个什么 这个视频的一个标题 看到没有 这是不是它的一个视频标题啊 是不是在这一个title里面 这就是它的一个视频标题 那我们视频的一个数据呢 对吧 它的一个播放地址在哪里呢 它这里是不是有一个video ur video info 对吧 视频信息嘛 也是在这个里面 然后的话在这一个什么 definition 在这里 这三个的话是代表它的一个画质啊 第零个的话是它的一个原画 第一个的话是它的一个超轻的一个画质 那下面的话是它的一个流畅的 然后这个ul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播放地址 看到没有 点mp4 点mp4 我们想要的一个播放地址的话 就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找它的一个视频数据包 对吧 就第二步 通过视频的一个播放地址 去分析 分析找寻它的一个视频数据包 是在哪 是在哪 好吧 这是我们通过分析之后 找到的它的一个视频数据包 对不对 那我们既然找到了这一个视频数据包的话 我们就要去看一下什么呢 点一下这个headers 点headers 我们就需要去看 它的一个请求的一个ul地址是什么 请求的一个方式是什么 然后以及一些请求头的一些参数 这个的话 我们都是需要去看一下的 去了解一下的 好不好 那我们当看到这个请求的一个ul的话 对吧 它是比较长 那我们可以点什么呢 点这个playload 这里面的话 都是属于它的一些 请求的一个参数字段 都是它的一个请求参数 那它参数的话 有什么 有这个callback 有这个videoid 有这个uid 还有这一串时间戳的一个内容 对不对 那这些的话 是我们要去进行一个分析的 为什么要分析呢 因为我们爬的数据的话 我们不仅仅只是爬一个视频 对不对 我不只是爬一个视频 我是要爬什么呢 爬多个的一个视频内容 所以说我要去对比另外一个视频 对吧 你说同学老师说 同学说老师 你这个视频不好看 对吧 那我们就换一个 对吧 去对比一下 它另外的 如果说我要爬其他的一个视频 它的一个请求参数 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规律 这是另外一个 对吧 我也同样的是通过一个 开发者工具 对吧 Network 然后呢 我们刷新一下这个网页 刷新网页之后的话 我们点击一下播放 它自己播放了 对 点自己播放的话 我们点击这一个media 它里面的话就有一个播放地址 然后呢 复制它这个mp4前面这一段内容 在我们的一个开发者工具里面 进行搜索 回车 回车之后的话 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 通过我们前面的一个分析 它就来自于这一个get moment 对吧 这里面就我们想要的一个视频数据流 视频数据流 标题啊 对吧 视频的一个信息 然后以及它的一个分辨率 对吧 原划 它的一个URL地址 那我们对比一下 它的一个请求参数 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规律 等一下 对吧 这两个的话 你一对比的话 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放大一点 对吧 放大一点 你会发现好像三个都不一样 是不是 一发现的话 感觉好像这三个参数都不太一样 对不对 这批的吧 你 我们重点在支持内容 在支持内容 不要被视频内容给干嘛呢 给 给误导了 给误导了 好吧 这三个数据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三个的一个参数 这三个参数是不是都不一样 对吧 那我是不是要干嘛呢 要去分析这三个内容 其实没有必要 为什么呢 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 像这个callback 这个callback的话 我们其实等会可以删掉的 这个 是可以删掉不管的 可以删掉 删掉不管 为什么可以删掉不管呢 等会的话 我们在讲代码的过程当中 可以给大家 给大家干嘛呢 给大家演示看一下 然后这个videoid的话 它是什么 视频的一个id video嘛 视频id 那下面这一个东西呢 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实行戳 表明的是什么 表示的是我们 请求这个网站的一个时间 网址的一个时间 时间点 可以当做一个 固定不变的一个常量 常量 你可以当做它固定不变 然后第一个参数 我们可以删掉 不要 然后第二个是视频id 然后后面这个的话 是可以当做一个 固定不变的一个常量 那我们只需要去分析什么 我们是不是只需要获取 从这样子去对比的话 我们是不是只要获取 所有的一个视频id 就可以得到 所有的一个视频内容了 能不能理解 能理解同学 给老师扣个一 通过啊 通过两个视频的 视频数据包 请求参数的一个对比 可以知道 对吧 只要获取 所有视频的一个id 就可以获取 所有视频内容 就可以获取 所有视频内容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要去分析 这个id 是从哪里来的 这就是我们 做第一步数据分析 所要一步一步 去实现的 也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只有当我们 知道数据 从哪里来的话 我们才能干嘛呢 才能 对吧 用代码 去对它进行一个实现 用代码进行实现 那我们如果说 这里有个小的东西 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无论说是什么 图片的一个id 无论是图片id 视频id 音乐的一个id 还是 还是什么id 对吧 都可以去它的一个 列表页面 页面 获取 像这些id啊 什么id 什么id的 你都可以在这种 列表页面 像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个列表页面 在这个页面 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分析 就可以找到 它的一个id的 一个来源 好不好 那我们同样 也可以干嘛呢 你说老师 我不信 对吧 我不信 不信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过 开发者工具 去分析一下嘛 那我直接搜索一下 它这个id嘛 看下它id是来自于哪里嘛 来 回车一下 回车之后的话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视频id 对不对 那回车之后 它给我们返回了 两个数据包 第一个的话 是什么呢 -dpg -dpg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图片数据啊 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封面图 就是这一个封面图 那下面的话 就是我们想要的 一个数据内容了 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就有 我们想要的一个id啊 看到没有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视频id 那它请求的一个 URL地址是哪一个呢 就这个 这个网址 跟我们导航来网址 是一样的 这个网址 跟导航来网址 是一样的 我的原因没有声音啊 那应该是你的原因 没有声音的同学 对吧 没有声音的同学 对吧 重新 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进入课堂 对吧 这里给你打字出来 不然你没有声音 我跟你说的话 你也听不见 好吧 好了是吧 OK 对吧 刚跟你说完就好了 那真快 真快 真快 对 所以说第四个的话 第四点是什么呢 对吧 第四点就是 去分享 去分析 视频的一个ID 可以从哪里获取 来获取 一般的话 一般情况 都可以在列表页面获取 都可以在列表页面获取 那我们只需要请求 这个URL地址 然后获取它的一个输记内容 在这个 在这一个里面的话 它就可以得到 我们的一个视频ID 然后获取视频ID之后的话 对吧 把这个视频ID 传入到这一个 传入到这个链接里面 传到这个链接里面 然后呢 我就可以得到它的一个 是吗 得到它的一个视频标题 以及视频的一个播放地址 好吧 什么是VID 就是VideoID啊 就是VideoID啊 缩写而已 人家只是一个名字啊 一个属性名字而已 好吧 那如何 那我们 对吧 我们这个一望同学说 那我们如何 限定到 舞蹈区的VID呢 我这里已经是选择的是舞蹈 我本来就是在这个舞蹈区里面 去找的 对不对 我这个网址的话 它就是这个舞蹈区的 这个网址的话 就是导航蓝这个网址 那你这个导航蓝的网址 是不是就定位到 是本来 就是这个舞蹈区的一个 能理解了吗 同学们 对 这个能理解吧 你还有没有不懂的 对于数据来源分析这一块 有没有不清楚的 应该没有了吧 那第二个 数据已经搞清楚了 我们也知道数据是从 什么来的地方 从哪里来的 对不对 那我们就开始干嘛呢 给大家讲 简单的讲一下 代码实现的一个步骤 代码实现的一个步骤 就我们把数据 一步一步已经分析清楚了 分析明白了 那我们就用代码去实现 按代码的一个步骤 一步一步去做就可以了 那代码的话 怎么去写呢 它分为几个步骤呢 分为四个步骤 它是分为四个简单的 一个基本步骤 就是发送请求 获取数据 解析数据 提取数据 解析数据的话 保存数据 简单的这个四个步骤 简单的这四个步骤 那首先的话 第一步就是发送请求 是对于我们的一个 舞蹈的一个列表页面 舞蹈视频的一个 列表页面 发送请求 对不对 那第二个呢 就是获取数据 我们既然 对于这一个列表页面 发送的请求 那我就要获取什么呢 获取它的这个response 我们就要获取这个内容 获取的是这个response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服务器返回的一个数据内容 好不好 第三个的话 就是解析数据 解析数据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过去到的这个数据内容 它是比较多的 我们只要中间的一个ID就可以了 我只要里面的一个ID 其他的数据都不要 所以说解析数据的话 就提取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 对吧 想的是什么 视频的一个ID 好吧 那我们既然提取了视频ID之后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 是不是又要再次发送一个请求 我为什么要再次发送请求呢 因为我要把这一个ID 传到我们视频的一个数据包里面 要传到这个视频的一个数据包里面 对不对 这个的话就是把我们的一个视频ID 传入 传入到我们的一个视频数据包里面 然后发送请求 好吧 然后第五步同样的 然后获取它的一个数据内容 获取它的一个数据内容 然后也是获取的是什么 服务器返回的一个内容 也是获取的是什么 获取的是这个response 对不对 然后第六步的话 我们获取的这个response 它给我们返回出来的一个数据的话 它是不是有很多 我只要什么呢 我只要里面的一个视频标题 和视频的一个播放地址 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第六步同样是解析数据 这里的话就提取我们想要的一个 数据内容 视频的一个标题 以及视频的播放地址 第七步 播放地址有了 去看吧 保存数据就可以了 把视频内容 保存本地 对吧 第五步的话 那就是多页数据采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思路 前面的一个流程 我们去爬任何的一个流程的话 你都是可以按照这几个步骤去走的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 有细心的同学 你们可以发现一个东西 给你们截个图 我们去做一个数据的一个分析的话 做数据来源分析 是从什么 从第一步到第四步 从上往下的话 这个是数据的一个分析 数据来源的一个分析 好吧 那如果说我要做一个代码的一个实现过程呢 怎么去实现呢 那就从下面往上去 从先获取ID 再获取数据包里面的内容 视频数据包里面的内容 然后再获取它的一个视频地址 这是代码实现的一个过程 对 你会发现没有 它的一个分析的话 所以说我为什么要先分析 再去写代码的一个流程呢 原因就在这里啊 因为你把数据分析清楚的话 对吧 那你的一个代码就比较好实现了 就很好实现了 就这几步嘛 爬虫都是这几步嘛 对 就是这几步 真的就是这几步啊 没有什么其他的会特别难的一些东西了 好吧 来这里的话 思路都听懂的同学 给老师扣个6 思路都听懂的同学 给老师扣个6 看着简单 但是不会做 对吧 动起手来就难了 这很正常 很正常 对吧 主要是因为你们有些同学的话 可能说对于爬虫这方面了解的比较少 然后对于拍摄的一些基础的一些东西 没有打扎实 所以说可能会有一点蒙 就是会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 然后的话做起来还是有点难度 对吧 这个也是正常的 所以说我们要学习东西的话 要把自己的东西 要学扎实 然后的话要有自己的一个知识体系 像这个的话 也是老师自己总结出来的嘛 也自己总结出来的一套 对吧 一套固定的一个模板嘛 你们也可以按照这个模板去做啊 就是因为你干嘛呢 做爬虫做的比较多嘛 然后对于一些知识的内容 就是了解的比较好的话 就可以总结一套自己的一个方法 对吧 这个也就是我的方法 然后就是教给大家嘛 好吧 第二步 为什么要获取两次数据才能保存数据 同学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们第一次获取数据的话 是获取的什么 获取的是视频ID 我们第二次获取的话 才是获取的视频内容 为什么不直接从例表页开始提取数据呢 我们是从例表页开始的 这是从 就是从例表页啊 对不对 啊 明白了吧 那这里的话还有什么不太清楚 就是为什么 我们是从这一个 我们想要得到一个数据内容 我想得到 我们从这个再给你们看一下 你再捋一捋啊 我再给你们捋一捋 我们想要得到视频的一个播放地址 我给大家写一下 我想要获取视频的一个播放地址 我怎么才能得到呢 我是不是要得到什么 要得到视频的一个数据包 对不对 我想要得到视频数据包的话 我是不是要干嘛呢 获取视频的一个ID 对不对 我想要获取视频的一个播放地址的话 我就要去找它的一个数据包 就要得到这个数据包 那这个数据包是怎么来的呢 怎么才能构建呢 我们要传入它的一个视频ID 那视频ID从哪里来呢 从我们这个视频的一个列表页面来 所以说我们代码实现的话 就要发送两次请求 第一次请求是获取ID的 第二次请求是获取它的一个视频标题 以及视频播放地址的 就这个样子的 好不好 能理解了吧 这个还有不清楚的吗 这个思路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分析的一个过程 对吧 这就是分析过程 因为你说我为什么不直接从这个列表页开始提出 我们这个同学所说的 风中眼泪同学所说的 你为什么不直接从列表页面提出出去 对不对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凭什么知道 我想要的数据是在这里列表页面 你怎么知道它的一个视频数据是来自于这里 对不对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它是在这里 比如说我 对吧 比如说我是 比如说我老家是齐央的 对吧 我能不能 有没有同学告诉我 对吧 我老家是齐央的 老家是齐央的 你知道齐央是哪一个市吗 对吧 哪一个省的吗 对吧 不知道吧 你得往上去推吧 你才能知道它具体的一个情况是在哪里 就这样子 湖南啊 有同学知道对吧 就湖南 对吧 就是一步一步去推导 一步一步去推导的 不是一开始你就知道 它的一个数据是来自于列表页面 你们 好吧 好吧 来我们接下来的话 来我们接下来的话就开始我们的一个代码实现的一个过程 首先第一步 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的话 对吧 我们干嘛呢 发送请求 我们首先要确定一下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我们的URL地址 就是我们这一个列表页 给它复制过来 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网址给你们发一下 网址给你们发一发 然后呢 发送请求的话 我们需不需要携带 需不需要 发送请求 需不需要 伪装 对吧 什么是伪装 对吧 害得少 这个东西我突然 我突然想到 需不需要加伪装 我突然发现有些同学是邻居所 他说什么是伪装 对吧 这个东西是啥 不知道 其实我们发送请求的话 这里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那就从头开始讲 我们爬虫的话 是模拟浏览器啊 浏览器 我把大家很多同学 当做一个有技术同学了 模拟浏览器去发送请求 是对于我们的一个服务器 发送请求 然后获取的是 服务器返回的一个数据内容 所以说我们爬虫的话 重点在于什么呢 在于一个模拟啊 模拟的话 要怎么去模拟呢 那就是要加上这一个 Headers 对吧 请求头 这个Headers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请求头 那这个请求头去哪里找呢 它也是一个固定的 也是一个固定的 你可以直接去复制粘贴的 在哪里 在这个Headers里面 在这个Headers里面 在开发者工具里面 你点这个Headers 它下面的话 有一个Request Heads 这个的话 都是属于一个请求头 我们一般通常加的话 就加这个User Agent就可以了 就加这个UA 把它复制过来 加上引号 那User Agent是什么东西呢 对吧 这个玩意 它就是用户代理的一个意思啊 用户代理 然后的话就是表示的是什么呢 浏览器的 浏览器的基本信息 基本的一个身份信息啊 因为这里面的话 有包含是哪一个浏览器 什么样的一个版本 哪个系统 对吧 多少位的一个系统 这些的话它都是有一个表明的 好吧 不伪装就被反扒 不一定 不一定 但是这个的话 确实是一个 一种比较简单的 一种简单的一个反反扒手段 反反扒手段 好吧 可以直接复制单贴的 这几步都是可以复制单贴的 这是我们前面所要确定的东西 那我们既然的话 我们是没办法直接发送请求的 所以说我们要使用一个工具 导入一个数据请求的一个模块 import我们的一个request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第三方模块 是需要干嘛呢 PIP in store 加上它的一个模块名 对啊 要进行安装的 自主安装 需要自行安装 UA这一个发一下呗 你这个可以直接去复制 在开发者工具里面直接去复制 好不好 老师后面有加吗 我可以不用加 为什么后面要加呢 我只有一行的话 后面不用加逗号 我只是一行的话 就不需要加逗号 我也不是两个 对吧 是不是爬 所有爬虫都要加这个伪装 对 基本都要加 但是有些参数的话 会可能会多一些 它hides的一个参数是比较多的 这里面这些的话 都是属于它的一个请求之段 不 请求头的一个参数之段 这些都是 对吧 只是说我们通常 可能说只加这一个 有些网站只加这一个就可以了 但有些网站的话 它可能还要加什么 reform防盗链 加这一个cookie对吧 cookie不用吗 这个网站不用 这一个网站不用 好吧 来直接发送请求 request 点上一个get请求 把我们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 给它传入去 hides等于hides hides等于一个hides 最后呢 用我们的一个response的一个变量 接收一下数据内容 这行代码的一个意思就是 通过我们request 模块 里面的一个什么 get请求方法 对于我们的一个 UL地址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 并且呢 携带上 hides请求头 进行伪装 最后用我们的一个resource 应该这里说的话 应该是自定义变量 自定义的一个变量 request 接收数据啊 接收返回的一个数据 这就是我们这行代码的一个意思啊 很多同学可能说 对于这行代码的一个意思 不太理解 所以说就专门用一个什么呢 文字版给大家去讲解一下 好吧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干嘛呢 直接print 打印一下 这个response 好吧 直接打印一下 这个我发送请求的话 就发送完了 那我们看一下 它返回的一个数据 是什么样子的 运行一下 返回的是什么 recepts200 能不能告诉我 这个recepts200 是什么意思 来同学们 能不能告诉我 成功 对吧 它仅仅只是 它表示的是请求成功 说明我们请求网站 请求网址 成功了 成功了 我这里的话 是需要有个细节点 有个小的细节点 对吧 200的话 是一个状态码 表示的是请求成功 表示是请求成功的 但是不一定得到数据 但是不一定 能够得到数据 这个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这只是我们请求成功了 但请求成功 它有时候得不到 你想要的数据 它也是有一种可能的 300是重定项 400是网址 有问题 500的话是服务器 500是服务器 好吧 它每个状态码的话 都有相对的一个意思 那具体是什么 301 临时重定项 302 永久重定项 对吧 然后的话还有什么 是301是临时 还是302是临时来着 我也忘了 对吧 临时 这些的话你们可以看吧 具体的一个状态码的意思 其实你们可以百度一下 都知道的 都知道的 404是网址 网址不对啊 404 果然还是要学习东西 要好得多 对吧 还要学的东西要好多 对啊 肯定有很多 因为公安科给大家 讲的一些东西的话 都是比较皮毛的 其实你们要了解东西 还是很多很多的 对吧 像 不说了 系统课程里面都有 都有 好吧 系统课程里面都有 那么第二步 获取数据 我们获取的是 服务器返回的一个数据流 我们这里为什么加上一个.tax 我就跟大家打出来了 就如果说你想要获取 跟这个上面是一样的话 也是这么样的一个数据内容的话 我们就要加上一个.tax 这个.tax的话 它是什么意思呢 获取的是响应体的一个文本数据 就响应的一个文本数据啊 你可以理解为是响应的一个文本数据 那我们再运行一下 再运行一下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 就跟这个我们所在开发者工具当中 所看到的的就是差不多的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好吧 这就是我们想要得到的一个数据内容 到数据内容 这是我们前两步 前两步 那这两步的话 有没有不懂的地方 有没有哪行代码不清楚的 好吧 系统课程是要付费才能学的吗 那肯定是要付费啊 网上有免费的 免费的那都不叫系统课程 同学 那免费的都不叫系统课程 来都听懂的同学 coco66 都听懂的同学 coco666 好吧 coco666 都 这个量载说无 对吧 我可以告诉你啊 这里面有个 有个知识点 我没有讲 这里面有个知识点 我没有讲 但反而我没有讲这个知识点 很多同学他就会报错 很多同学就会报错 在哪里呢 就这个hide上 这个hide上是很多同学会犯错的一个地方 刚刚说了我们hide上是复制单贴的 对不对 我们hide上是复制单贴的 很多同学他光复制不加引号 光复制不加引号 他会报错 会报错 会报这个错误 你加了 你不加引号的话会报这个错误 他就变成了一个集合 他有些同学说 都要加引号 对吧 那我们量载同学都要加引号 那我加 这样子加引号 他也会报错 因为你前面留了一个空格 你不能留空格 你有前导空格的话 他一样也会报错 我每次不讲这一个东西的话 课后有同学去写代码 他就会报错 每次不讲 每次就有人报错 对吧 所以说在这里再给大家讲一下 虽然说你们说站无站无啊 都没有问题 其实他其实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这里是不能留空格的 好吧 细节啊 这就是细节 没问题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 我们的一个第三步 第三步解析数据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干嘛 这就是你们自学 所学习不到的东西 这真的是得有一个专业的老师 专业的人在这里教你 不然像这种问题的话 你谁会注意到 留意到这种细节啊 报错了你都不知道为啥 对不对 老师用的是Pycha吗 Pycha吧 老师用什么翻译软件 我这个是Pycha里面的一个插件 是Pycha里面的一个插件 叫做Translation 就是翻译的一个意思 这个插件的话 你们可以去找木子老师去要一下 冒号后面有没有无所谓吧 对冒号后面有没有无所谓啊 为什么要加一个空格呢 因为要给它 哎呦喂 打了个格 不好意思啊 就是为了好看一点 为了好看一点 你不加也行啊 来不加我来 我们运行一下 对吧 它一样能得到数据 我们加一个空格的话 就是让我们代码的话 看起来更加的整洁一些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解析数据啊 解析数据的话 你们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 是在哪里啊 想要的数据 对吧 你如果说我想要提取 这一个内容的话 提取这一个数据内容 你们会想到 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提取 对吧 想到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提取 我要获取里面的一个ID 能不能告诉我 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提取 CSS 解析方式 CSS 正泽 对吧 今天居然没有人说XPass的吗 啊 有了啊 有了 有了 当我没问 刚才说没人说XPass 居然有了 对 好吧 这里的话啊 如果说我们只是取这么一个ID啊 取这么一个ID的话 用正泽是最方便的 用正泽是最方便的 好吧 我们挖眉的姐姐同学 对吧 不好意思啊 把你这个 打开了 对吧 挖眉姐姐同学说这个方法 对吧 来我们就用它这个方法去写啊 看一看有什么问题啊 我告诉大家 它这个方法写的是有问题的 用正泽好吧 导入RE正泽 表达射 import我们的RE 这个模块的话 是我们的内置模块 内置模块 对吧 不需安装 你这个方法的话 它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 不是加IS啊 不是加I.S 你这个的话是先编译 然后再传到我们的一个什么 放到2里面 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干嘛呢 我直接给你换一种 换一种 找到上面这个 找到上面这个 然后直接复制过来 我就不用compare了 我直接放到2 复制过来 对 然后从我们那个 resmance.text里面去匹配 对不对 我们就不用compare编印了 我直接写在这里面 然后括号 点心 对吧 那我们用一个什么呢 video IDS 接收一下数据 我们打印一下 printer 打印一下 加个S 来运行一下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的意思是什么 能不能告诉我 这个能不能理解 这个正则的话 能不能理解 就是我想要什么内容 我是不是要这一段内容 我想要的数据 我就给它复制过来 这是我想要的 中间的话 中间想要的一个数据 可以用一个什么呢 括号点心问表示 对吧 这是代码的一个意思 括号点心问表示 然后是从什么 从我们这个Response.tags里面 去找寻 这样的一个数据内容 对对 好吧 可以不用加i.s 可以不用加 但是它的问题在哪里 给大家看一下 得到了 得到了 它居然没有 居然没问题 有点打脸 我原本以为会有问题了 它居然没有问题 有点打脸了 对吧 我原本以为是有问题了 为什么我会觉得有问题 给大家解释一下 给大家解释一下 对吧 给大家解释一下 对吧 为什么我会觉得 有问题的原因 对吧 给你们看一下 因为我想着的话 是会有一些 那个标签的 这个标签 对吧 我想着的是什么呢 我想着它肯定 还有其他的一个数据 标签也是这个样子的 知道吧 我想着它可能会有 其他的一个标签数据 它也是长这个样子的 结果它没有 结果它没有 那就可以用点心问了 对吧 这里给大家区分一下 点心问是什么意思 是可以匹配 匹配 匹配 任意数字 任意字符 无论说它是数字也好 是中文也好 是那些符号也好 都是可以匹配的 都是可以匹配 对吧 因为的话 我想的话 万一它有一些标签的话 对吧 它有标签也是这么个样子的 但是后面不是我们的一个ID 那它可能如果说它后面是一个 其他的一些数据内容 就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LI标签对吧 如果说我取LI标签的话 你像这个的话 它可能有些I标签 比如我看这个吧 有些标签的话 它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有些标签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我怕里面是一样的 因为如果说 像如果说单纯只是数字 如果你只是单纯 提取数字的话 最好是干嘛呢 用我们的一个杠低加 最好是用杠低加 最好是用杠低加 对 那杠低加吧 对对对对 因为用杠低加是最舒服的 我原本以为你这样子 会有那个特殊的一些制服 匹配出来 结果没有啊 让我有点尴尬 对吧 多多少少给我有点打脸 杠低加的话 是匹配一个或者多个数字 匹配一个或者多个数字 因为我取的ID的话 它都是数字 那我们直接用杠低加的话 是最方便的 最舒服的 因为为了防止有其他 奇奇怪怪的一些数据出来的话 好吧 想太多了 空城记呢 对吧 我想的太多了 我感觉我自己在跟 我感觉自己在和空气啊 做斗争啊 好吧 感觉自己和空气做斗争 这点新闻的话 就是可以匹配任意制服啊 除了一个什么呢 除了 -n 换航服以外 换航 诶 换航服 以外 都是可以匹配的 除了这个以外 好吧 如果说你要加换航服的话 你想匹配换航服的话 加上一个i1.s 这是匹配换航的 好吧 我们这个没有换航的话 就不用了 来我们直接把前面的一个注视掉 这里的话 就是匹配到了 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 我们所有的一个视频ID 就已经得到了 OK吧 没问题啊 啪啪啪的打脸 尴尬了 1.20个 对 1.20个数据 1.20的话 4.20个 来数一下嘛 你不确定的话 数一下 1.2.3.4.5 对吧 1.2.3.4 对吧 一排五列 一共四排 一排五个嘛 一共四排 四五二十嘛 姐姐有点东西 姐姐是很有东西的 你喜欢姐姐吗 对 我们姐姐 同学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付便利一下 videoID 对吧 英文我们的什么 videoIDS print out videoID 这样子写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需要 把所有的一个视频ID 都给它便利出来 这里返回的是什么 返回的是一个列表数据 我们是需要通过什么呢 通过我们的一个 for循环便利 提取列表中 对吧 提取列表里面的一个元素 一个一个提取 老师 你的注释是什么 Country加斜杠 对我们同学 一拳自由同学说出来了 Country加斜杠 好不好 来 这两行代码 有没有不清楚的 这两行代码 有没有不懂的 114和110到116 有没有不清楚的 有不清楚的可以问一下 有不清楚的可以问一问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第四步和第五步了 无了 对吧 无了 OK啊 我们接下来 第四步和第五步的话 我就一步到位了 我就全部写 就是一步给它写到位 对吧 就两步的话我同时写了 两步的话我同时写 因为这个步骤的话 是跟前面的话是一样的 就发送请求和获取数据 是跟我们前面是一样的 那我们要发送请求的话 我们先给它一个indexul 或者给它一个什么videoinfo吧 videoinfo 它的一个数据包的一个URL地址 我直接就给它复制过来 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暂停上去 对吧 我们是需要干嘛呢 需要用一个字符串格式化的一个方法 对吧 把我们的一个什么 把我们的一个ID给它替换掉 给它替换掉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videoID 给它传进去啊 给它传去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所有的一个什么呢 所有的一个视频的一个数据包的内容了 看得没 我们就把中间的这个videoID给它替换了 它的videoID就给它替换了 好不好 通过会员还需要爬你逗我呢 同学你这个是你在逗我呢 同学你是在逗我呢 对吧 你如果说不想从会员去爬VIP歌曲的话 用接口 用接口 好不好 用接口 用解析网站去爬 而且的话你想存白嫖是不可能的 存白嫖是不可能的 你从来就有些同学没有想过 真的是以最小的成本 最小的代价去获取更多的东西 比如说你一个会员就20块钱 你能把人家网站 整个网站VIP数据都能获取下来 不比你更舒服吗 而且对吧 有些会员还能白嫖 像我们这别具一个同学 对吧 网易云的一个VIP还能白嫖 是不是 来我们直接干嘛呢 来发送请求 这里我们直接用一个 response 1 等于request 点上我们的get请求 url的话 等于videoinfo 然后headers 等于headers 是吧 那这里的话我们干嘛呢 打印什么 一份同学告诉我 我想要获取这一个数据的话 我应该获取的是什么数据内容 我们前面是获取的是一个response 点text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数据内容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干嘛呢 那直接干嘛 response 点上什么 给大家也点上一个text 点nice 听 对吧 哎同学回来了回来了 能不能告诉我这里获取什么样的数据 第五步获取服务器反馈的一个数据内容 获取的什么 节省啊 节省汇报错 字节 这什么 字节都出来了 字节都出来了 title和url 我们还在第五步啊 没有做解析啊 同学 好吧 还没有做第五步解析啊 这里的话就直接给大家说一下吧 如果说我们直接给它获取一个节省的话 获取一个节省我们可以运行下代码 它会出现一个包错 它是会出现一个包错的 对吧 我们这里只能出现 只能干嘛呢 为什么它会出现包错呢 有些同学会觉得我们请求的一个网站的话 这个网站的一个数据的话 是不是一个什么 它的一个节省数据啊 对不对 是一个感觉像一个字典的一个数据 那你这里获取节省的话不是可以吗 但是事实上它会报错 原因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节省数据啊 对吧 我们可以干嘛呢 点上一个text 点上一个text运行一下 原因在于这里啊 它有一个jQuery的这个玩言 它有个这个东西 看到没有 是有个这个玩言的 所以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为什么说需要 为什么这个callback是可以不用要的 对啊 我们把这个callback给它删掉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获取到什么呢 获取它的一个节省数据 因为获取节省数据的话 就可以根据它的一个 箭指队去提取它的一个数据内容 所以说我们可以不用关心 那个callback是个什么玩意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获取它的一个 节省数据啊 因为这样子的话 它才是一个完整的 才是一个格式正确的一个字典数据 好吧 爬虫需要学多少东西 爬虫是需要学很多东西的 学哪些呢 给大家看一下 那 Pathom的一个核心编程 就是基础语法 然后呢 我们高级开发 你也是需要的 高级开发的话 会教大家怎么去使用一些服务器 对吧 会用一个数据库 还有我们的一些 HTP协议和 TCP的一个协议 对不对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爬虫里面的内容 像我们通用爬虫 对不对 然后我们多任务 多现成 生理纽 GS解密 APP 字体反爬 验证码识别 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一个Scribe框架 以及呢 这里还有我们的一个IP代理 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大家去学的 你要学爬虫的话 东西还是挺多的 东西还是挺多的 好吧 这个什么小哥有追求 这位同学 老师分享一下 拍下的一个背景图 好 课后可以给大家分享 课后可以 你们去找木子老师要吧 到时候我可以去上传一下 要学多久能学会啊 如果说你是零基础的话 学三个月就可以学会掌握 如果说你是零基础 从零开始学 学三个月就可以把爬虫给掌握了 导入格式化输出的一个模块 import我们那个pipenter 这个的话也是一个内置模块 不需要安装 这还只是爬虫 对这还是只是爬虫 对老师用过加瓦爬虫吗 和pathon有什么区别 谁会用pathon 谁会用加瓦去做爬虫啊 我是不会的 pipenter点上一个pipenter response一点接生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缩写一下 直接可以缩写一下 这里的话用一个接生data 去接收一下 一般很少有人会用 加瓦去做爬虫啊 很少有人会用加瓦的 来 这个pipenter的话 它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数据格式啊 把我们的数据格式 然后的话 干嘛呢 给它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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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我们用penter打印的话 它是在一行的一个数据里面 那么先用peepern子打印的话 它有个格式化的一个展示 如何反爬的情况下进行爬虫 那有反爬就有反反爬 同学 对吧 有反爬 就有反反爬 对不对 你要看它反爬 是什么地方对击反爬了 验证码呢 还是IP被封了呢 还是一些参数加密的呢 还是对吧 它的一个 其他的一些原因呢 对不对 等等等等 好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 它这里返回的是一个字典的一个数据内容 那我们就可以干嘛呢 就可以根据它的一个箭指队 去提取它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了 好吧 就根据它的一个箭指队 去提取它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 那就根据它的一个什么 根据它的一个箭取它的一个值 也就是说什么呢 根据它冒号左边的一个内容 去提取它冒号右边的 也就相当于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开发者工具里面所看到的话 我们最终想要的数据的话是什么 我们得到的一个数据它是这个样子的 相当于是包裹起来的一个数据 如果说我想要取得里面的一个数据的话 我首先要取的是什么 取的是这个data 用这个tetle吧 tetle吧 接受data 我先取这个data 取这个data的话 就意味着把这个data的一个参数 把这个data就给它展开了 我们取得到的内容的话 就是这一个 就是这一个 然后呢 我再取里面的什么 再取里面的一个moment 再取里面的moment 我们得到的一个数据就是展开的 因为我们这个标题就在这个moment里面 然后再取它的一个标题 那它就会给我们得到就是这个标题的一个数据内容 这个 取它的一个标题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一个视频的一个标题 就给它提取出来了 给你们一起看一下 对 标题是不是取出来了 就是根据比较简单的一种理解 就是根据冒号左边的一个内容 冒号 左边的一个内容 对吧 提取冒号 右边的一个内容 对 我们想要的一个标题的话 就一层一层往下去嘛 就一层一层往下去 就跟什么呢 跟大家说脱衣服也是一个道理 脱衣服一个道理 就data的话是它的一个外套 moment的话是它里面的一个毛衣 然后的话 我们这个tattle的话 就是里面的一个保暖衣的 对吧 或者说是里面的一个短袖 就给它一层一层往里面脱 脱到最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个视频的一个标题 好吧 OK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字典取值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如果说我想取它的一个video的一个URL地址呢 URL地址 对吧 json data 那我们前面的话 是吧 我们前面 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的话 也是前面都是一样的 前面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前面这两块都是一样的 先取data 然后再取moment 然后取到moment的话 我要取里面的一个video info 取这一个video info 取了video info的话 它给我展开的数据就是这些 我们得到的一个数据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所展开的这个数据内容 我们想要的是什么 在这一个definishes里面 在这个里面 再取它 再取它 取了它之后的话 取它之后的话 它给我返回的就是什么呢 返回的就是个列表 然后列表的话 第零个元素 对应的是原化的一个高分辨率 对吧 1080的 第一个元素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超清的 第二个元素的话 是流畅的 那我们爬原化的话 那我们就取它第零个元素 对吧 直接取零就好了 在这个地方取个零 然后后面呢 那再取它的一个URL 再取它的一个URL 这样的话 我们就相当于把我们的一个标题 以及视频的一个URL地址 我们就给它都获取下来了 我把前面的话就打印的注释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一页的一个视频标题 和视频的一个URL地址 播放地址 就全部得到了 那漏了 我咋没看到 会回放吗 什么意思 漏点了 没漏 那我们随便就看一个吧 好吧 我们随便点一个 它都是它的一个播放地址 对吧 这的话就是我们所得到的一个视频播放地址 果然是虎牙 对啊 不愧是它 不愧是它 真不错 学爬虫课程要多少钱 对吧 那你可以去找我们的一个木质老师去了解一下 去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感叹号同学 对啊 我们这个感叹号同学说学爬虫要多少钱 你可以去找我们木质老师去问一下 这个的话就是把我们一页的一个数据内容给大家提出来了 来都看到效果的同学 对吧 都看到的同学 扣扣999 看到的同学扣扣999 999 对吧 有不懂的话你们可以问一下 这是我们一页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干嘛呢 第七步了 保存数据 保存数据 对啊 有没有不懂的 可以问一下 在讲保存数据之前的话 你们可以问一问 有什么不太清楚的地方 没有吗 都听懂了 还挺好的 对吧 都挺好的 F 来个同学给我 给这个韩谈谈同学 这是韩谈谈吗 不不 我们看 我们没念错吧 韩谈谈同学 解释一下 F是什么意思 这个F是什么意思 有同学解释一下吗 对吧 那么多有技术同学 对吧 给你们表现的机会到了 你来你来 这个留业同学 你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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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留业同学 说我来我来 你来你来你来 你来 来舞台交给你 舞台交给你 格式 站位服 格式化叔叔 有没有一个完整的说法 有没有同学来个完整的说法 我们一帆风同学 不愧是 不愧是你 不愧是你 好吧 就这个同学是说的是正确的 F格式化 字符串 F是一个 字符串格式化的一个方法 字符串格式化的一个方法 对不对 这个的话是站位服 这个才是站位服 站位服 对吧 然后呢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把我们这个videoid 传到这一个字符串里面 传到这一个字符串中间 把这个videoid 传入到这个 传入到这一个字符串中间 好吧 这个就是F 格式化 字符串格式化的一个输出 OK吧 你们懂的都好多 对啊 他们懂的都挺多的 都挺多的 来我们直接保存了 其实保存数据的话 也是需要发送请求 获取数据的 大家知道吗 你保存数据啊 像保存什么呢 保存我这种视频数据的话 也是需要发送请求 并且获取服务器的数据 获取数据的 知道吧 其实相当于我们这一个案例的话 是相当于发送了三次请求 发送了三次请求 那这个发送请求的话 我们还是用的是什么 request的一个请求方式 把我们ul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的一个video heads等于一个heads 点上一个content 然后我们用一个video content的一个变量 接受一下 这个的话 也就是我们发送请求 获取数据 我们今天总计的话 是用了三个 我们一开始的话 第一次请求 是用了response.text 第二次请求 用了response.json 第三次请求 用了response.content 这三个的话 有什么区别吗 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对不对 你看我们前面的 我们前面第一次请求的话 是获取的是什么 response.text 是不是 然后我们第二次请求的话 是获取的是什么 response.json 对不对 然后我们现在第三次请求 response.content 这三个有什么区别吗 文本 字典 二进制数据 类型不一样 对 首先呢 很直接 这个是获取文本 获取的是什么 文本数据 返回的是 自主创数据 自主创数据 对不对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 接生字典数据 对不对 然后这个呢 二进制数据 二进制数据 像我们保存图片 保存图片 视频 音频 特定格式的文件 都是获取的是什么 二进制数据内容 因为我们要以二进制的一个数据方式进行一个保存 OK吧 那保存数据的话 可以干嘛呢 直接 v4 open吧 v4 open video 对吧 video 加上我们的一个title 加上我们的一个什么 点mp4 后缀 modal等于 wb 保存方式 s 我们的一个f f.write 我们的一个video content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进行一个数据保存了 反正你老是抢答 小姐姐都抢不过来了 对不对 来 这个代码的话 我们运行会报错吗 能不能告诉我 我这样子写代码的话 有没有问题 我这样子写一个保存的话 有没有问题 我这样子写保存有没有问题 会不会报错 同学们 会 会 是吧 为什么 为什么会报错 没有文件夹 没有后子也忙才会 会报错 报错原因的话 对吧 是因为我们没有创建这个文件夹 大家都知道报错的话 那就不给大家 不给你们去看报错了 既然会报错的话 那就不看了 知道了就行了 知道就行了 那我们就给他创建一个video 一个文件夹 创建一个video的一个文件夹 对吧 然后直接再运行 他就不会报错了 他就不会报错了 但万一真运行 他还报错了 有点打脸啊 不至于 其实我们这个案例的话 它其实还有一个bug 还有一个bug 那么现在的话 就看一下 我们所扒取的一个数据 随便播放一下吧 对吧 本节课最精彩的地方来了 对吧 最精彩的地方 这报纸服的话不好看 不好看 本节课最精彩的 没声音吗 有声音啊 有声音了吗 听到了吧 我只把声音关小了 这就是我们一页二十个数据 已经爬到第十六个了 这是我们爬去一页的一个数据那种 吓我一跳 对啊 我就把声音关掉 就有些时候 一下声音很大的 一下声音很大 都看到效果的同学 扣扣999 看到效果的同学 扣扣999 屏幕又湿了 你怎么一节课屏幕十三次 你一节课屏幕十三次 同学你不对劲 你不对劲 哇 手机防水不错 那确实防水不错 主要是你也挺快的 这一节课才多久啊 对吧 我们先从开课到现在一个多小时 对吧 一个多小时的一个时间 你就已经三次了 那挺快的啊 挺快的 身体好啊 身体好 那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我可以给大家解答一下 这就是我们爬取一页的一个 虎牙视频数据内容 错过了一个亿 感觉网络好卡 那没办法 那可能 我们同学损失了几十个亿啊 我们有些 你是没听课 是错过了一个亿 我们有些同学 是听了这一节课之后的话 损失了几十个亿 懂我意思吧 懂我意思吧 应该能懂吧 大家都是成年人 应该能懂我的意思是什么 车速好快 你不对劲 好吧 这就是我们爬取一页的一个视频数据啊 一共是二十个视频内容 我们就给它全部采取下来了 而且并且的话是一个超轻原话 超轻原话 给它 有点包不住啊 我操 有点包不住啊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单页爬取的一个内容 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是可以尽量的提问一下 有不懂的话 如果说都听懂的话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讲了 好吧 都都都OK 都明白的话 我们就接着往下讲了 有会有查岗的吧 没有查岗啊 哪有什么查岗的 车车也汗死了 车门汗死了 好吧 有没有想问的 没有啊 没有的 接下来讲了 你绿色复制代码 下载数据库吗 对吧 你可以把这个URL地址 下载什么呢 你可以把这个URL地址 保存到一个色表格里面 也行啊 也行 也行 对吧 这样子速度会快一些 我这文件名爬下来 会重名吗 重名的话可能 可能会重名 但我也不确定啊 可能会重名 也可能不会 就算重名的话 它会覆盖啊 如果说有重名的话 它会覆盖 但是基本上 应该不会有重名吧 对吧 应该没有重名啊 比如说这是猫的话 如果说我搜索一下 它看看有没有重名的 对吧 这是猫 这个表 都说不到啊 哦 有重名的 有两个重名的 看到没有 但一个是撸啊撸的 一个是跳舞的 对吧 那你怎么可能爬跳舞的吧 宝贝 你怎么不可能爬撸啊撸的吧 对吧 你可能不能爬撸啊撸的视频 你怎么可能会爬撸啊撸的视频呢 对吧 同学你 我相信你 你不会爬撸啊撸的 你只会爬跳舞的视频 所以说像这种的话 应该就不会存在重名了 是吧 你加个序号也可以啊 多加一个序号也OK啊 是不是 感觉 有讲基础爬送的课程吗 感觉这节课不太适合我 同学 这节课的话就挺基础的 这节课的话是最简单的 如果说爬撸的一个案例的话 如果说从一到十分去评级的话 去评级 你们对于这一个案例的一个难度 爬撸案例难度 一到十分去评级 你们觉得这个是几分 对吧 你们觉得这是几分 三分 一到两分 九分 有九分的 这个九分的就一定离谱了 对吧 说十分的也挺离谱的 对吧 一分一分一分五分 五分三分 两分三分 最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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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两分 最多两分啊 最多两分 对吧 2.5吧 给个2.5不够分 因为要 要转两个弯 要发送两次请求 转两个弯 你要去分析数据来源 转两个弯 没有判罚 对吧 2.5的话 这2.5的原因在于什么 动态数据 动态数据 如果说是竞产网页的话 就是一分啊 竞产数据就是一分 可能还0.5 啊 0.5 老师学费多少 报班吧 学费多少 这就开始报班了嘛 来啊 既然讲到这里 对吧 此时此刻 不给大家来一波 对吧 传统 传统的一个 传统的一个教学 啊 不太现实啊 好吧 那接下来的话啊 我们这一页的案例 对吧 也给大家讲 此时此刻啊 也给大家讲了这么久了 此时此刻 此情此情 给大家来一波 招生的一个宣传了 对吧 不跟你们多BB啊 就直接传统手艺不能丢 对 传统手艺不能丢 不跟你们多传统手艺不能丢 不跟你们多传统手艺不能丢